渣男区环卫管理司门口 罢工抗议的人群不规则地站在道路两侧 有的聚在一块吸着烟聊天扯屁 有的坐在公司汽车内吃着组织者发放的盒饭 还有的将抗议条幅铺在地上 三五成群地打起了扑克 总之这场罢工看着整体气氛很热闹 但仔细观察的话 不难发现这是一帮乌合之众 这400多工人能来 要么是领头组织的人 与苏六百孔私家公司有着绝对的利益关系 要么就是普通工人 为了正私家公司给的丰厚停工补贴 反正大家凑到一块 其根本原因还是一个例子 放眼望去 400多名工人真正能认真看抗议标语的 真正能深入了解行业垄断 给底层带来伤害的人少之又少 而这才是可悲之处 讽刺之处 底层生活艰难 工人已经很疲惫了 他们更在乎眼前利益 这样也更实际一点 陆锋的商务车停在了街道边角位置 他坐在车内抽着烟 眯眼瞧着罢工人群非常安静 人群外侧 三名穿着警员服装的男子 漫步走到了商务车旁边 领头一人戴着墨镜 冲着车内摆了摆手 这三个人都是闸南区警务司的人 他们是早上被司礼派过来维持秩序的 车窗降下 陆锋笑着冲对方 领头警员打了个招呼 呵呵 二毛啊 来 上车聊 咱长青公司这么大的盘子 怎么还让四家小公司给将军了呢 怎么搞的呀 风哥 领头的警长没有上车 只被手笑着问了一句 一群泥腿子 臭扛包的 听风就是雨 有人带头 他们就跟着瞎折腾呗 呵呵 陆锋言语中充满鄙夷的回道 给你们警务司添麻烦了哈 我们倒不麻烦 不在这上班 也得在私里待着 来来 别站着 搁几个上车聊 陆锋拽开了商务车门 你俩先回去 我上去跟风哥聊聊 领头警长冲着自己身后的同事 吩咐了一句 弯腰坐上了汽车 兄弟 这平白无故地 让你们跑这儿来维持秩序 这实在说不过去 陆锋敲着二郎腿 看着警员说道 今晚八点 我在巨服饭店摆一桌 有银子有娘们 你把朋友都叫上 咱们聚一下 警长听到这话一笑 我过来找你不是为了这个 哎 朋友是朋友 规矩是规矩 不能白给你们添麻烦啊 陆锋摆手说道 一定过来 呵呵 行 警长心满意足地回了一句 也适当提醒道 风哥 我也给你透个信 管理会那边要是扛不住压力 最后没办法 那只能是警务署和警司牵头 调解这个事 上层不可能让他们天天这么闹 你懂我意思吧 陆锋正了一下 你放心 公司会很快解决这个罢工纠纷 不会麻烦你们太久 哎 那就行 警长点头 二人正在聊天之时 管理司门口的人群突然沸腾了起来 有几个领头的人扯脖子喊道 长青公司非法垄断环卫行业 剥削底层工人 管理会必须寄予说法 给说法 海生此起彼伏地想起 陆锋抬头望去 笑着指向人群冲警长问道 你说这帮泥腿子 知道自己喊的话是啥意思吗 就跟着瞎起哄 他们知道个屁 一天挣三十块钱就心满意足了 警长顺嘴回道 话音落 之前被陆锋派下车的壮汉上的副驾驶 点头说道 风哥 我都记住了 行 让这帮傻逼闹腾吧 快了 呵呵 陆锋言语中充满了对工人的鄙夷和不屑 而这种情绪戏品之下 也很奇怪 因为陆锋自己本身也是草根出身 他的起点并不比这些工人高到哪去 按理说 他看到这帮人 应该是挺有共鸣感的 但他现在却从骨子里瞧不起这帮人 长青公司宁可花大价钱 却安排司法关系 管理会上层 但却不愿意给底层工人多发一块钱 这像集了纪元年前 那帮搞房地产的草根大佬 宁可花钱平视 也不愿意付脱险农民工的工资 所以有的时候 这同阶级的骑士可能才更悲哀吧 苏家大院内 苏天玉吃过午饭 卖部找到了正准备出门的苏天南大哥 我还有个事要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 苏天南问 你之前不是找过市井务署的王道林吗 对啊 之前为了运作你二叔的案子 我还给了他五万块钱呢 苏天南点头 王道林是刑侦处的司长 对吧 苏天玉问得很细 你怎么知道 苏天南有点惊讶 你们聊天的时候提到过他 我问了一下三姐 又在网上查了一下 知道他一些信息 苏天玉轻声回道 大哥 这几天你要没什么事 就多请他出来喝喝茶 句一句 但千万别提二叔的案子 为什么呀 二叔想出来 光长金公司妥协是没用的 最终还是得警务署那边点头 苏天玉思路清晰地说道 现在多娇娇人 总归是没有坏处的 苏天南陷入沉思 现在铺垫一下 到时候也好谈 行 我知道了 苏天南重重地点了点头 你准备干什么去呀 我去一趟货场 苏天玉如实回道 你注意安全 陆风吃了亏 不会善罢甘休的 苏天南嘱咐了一句 多叫点家里人 跟你一块去 行 我知道了 嗯 兄弟二人商谈完 各自离去 下午 苏天玉在自家的垃圾厂内 转了几圈 东走西逛地了解了一下 这个行业的运作流程 但他发现 这个买卖基本没啥门槛 除了苦累之外 就再无其他技术性的东西了 从垃圾回收 到集中分类 再到最后的处理 80%的活 都要靠人力完成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啥这个买卖竞争 如此激烈了 因为市场盘子非常固定 除了吞并和抢占外 完全没有扩张空间 再加上门槛又低 那行内撕逼 自然很严重 傍晚五点多中 身上有伤的苏天北 拉着100多号 罢工抗议的工人 从区里返回 准备在厂子内 开火吃饭 这罢工抗议 不但定时定点上下班 而且还发现管饭 甚至要车接车送 这种管理模式 也算是给服务业 树立起新的标杆了 垃圾厂的办公室内 苏天玉正要迈步出门 二哥天北就推门走了进来 走吧 开饭了 走 正好我也饿了 苏天玉迎过去 笑着问道 今天怎么样 咱去了四百多人 喊了一天 也就见到了 环卫管理司的几个小领导 大人物根本没见着 苏天北轻声回到 景乌司那边 也去了十几个人 找我们几家领头的 谈了好几次 他妈的 话里全是威胁 呵呵 苏天玉笑了笑 没吭声 小玉 咱这么整 真的会有效果吗 苏天北低声说道 这一天 不但要多发停工补贴 而且还得供吃 车接车送 算下来每天的花销 都挺大的 我就怕最后 咱家钱被掏空了 事情又没解决 那最后 整个鸡飞蛋打 你这急 管理会 景乌署 长青公司 比你还急呢 苏天玉笑呵呵地回道 相信我 几天内就会有结果 走 吃饭去吧 行吧 走 二人边走边聊 离开主楼 就去了楼下的食堂 苏天玉望着屋里屋外 满满灯灯的餐桌 笑着说道 还挺热闹的 平时开火没有这么多人 食堂里都坐不下了 走 咱们去小屋吃 苏天北带着弟弟 就要从侧门 进入食堂小灶间 砰 苏天玉刚要迈步 往门里进 整个人突然又被弹了回来 小灶间门口 一位一米九十多 身材极为壮硕的青年 声音憨厚 话语结巴地说道 谁 谁呀 谁撞我 哭当上了 苏天玉被撞得退后了两步 抬头向上看去 见到这位青年皮肤有黑 头发冒油 浑身穿着脏兮兮的蓝色工作服 看着非常邋遢 不好意思啊 兄弟 你 你走路看 看着点啊 我差点把菜盆子扣你脑袋上 黑铁塔憨忽忽地回了一句 里屋光鲜暗 我没看到你 来 你先走 苏天玉让开了身位 我送菜 黑铁塔间扛硕大的菜盆子 迈步继续往外走 这时物理张罗饭菜的三姐 突然喊了一声 大熊 一会来小灶吃哈 这边菜多 嘿嘿 好嘞 三姐 黑铁塔剑步如飞 满脸笑意地回了一句 扛着菜走向了屋外 准备开火的工人区 苏天玉见这人说话有点奇怪 而且形象太过扎眼 随即冲着天北问了一句 这谁啊 吴士雄 咱家的工人 我看他 有点 嗯 他有先天之弱 脑子不太 灵光 苏天玉随口回道 这样的人也敢用啊 出事怎么办 能出什么事 干这行 你还指望雇大学生啊 有手有脚 能干活就行呗 二人闲聊着 走进了食堂小灶间 晚上 苏家开完火 大部分工人散去 苏天北扯脖子 宠剩下的人喊道 晚上有没有愿意首页值班的 三十块钱一宿 黑铁塔文生第一个举手 我愿意 就这样 一连两天时间过去 罢工依旧在继续 而长青公司和管理会上层 依旧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态度 渣男孔家 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 坐在沙发上冲孔正辉问道 苏家带头 这么搞会有效果吗 一定会 孔正辉备手说道 你继续联系市区的媒体就行了 我怎么看 你比苏家还有信心呢 苏家新回来的那个小孩挺有意思 捅了路风一刀 却把咱四家给捏在一块了 孔正辉淡淡地说道 这样挺好的 这几天我去抗议现场了 我发现苏家对工人很上心啊 不但供吃 还车接车送 咱们要不要也这么搞啊 男子问了一句 孔正辉皱了皱眉头 不用 行 男子点头 周六 傍晚五点左右 管理会门前罢工抗议的工人 已经逐渐散去 而苏天北也早都拉着自家工人回厂子 直嘎 路风的商务车停在了一处胡同内 扭头看着五名 穿着花衬衫的男子说道 去吧 办完事 我请你们去 歇好天地丝裤衩